英国凯特王妃今年第四次现身 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周日凯特王妃在威廉王子的陪同下 与查尔斯国王还有卡三 在苏格兰高地的克雷斯教堂 参加了礼拜仪式 这是他继今年皇家阅兵式和温网的决赛之后的第四次亮相 这之前他和长胡子的威廉 出现在一段欢迎英国奥运健儿凯旋的视频当中 凯特唯一在丈夫的怀中 而威廉也是自2008年以来第一次戴虚出场 从潜意识里面这是雄性的张力 表明对家庭的回归 据昨天教堂现场的目击者称凯特健坦而活泼 而且他转头的时候的眉角会飞扬起来 可以在凯特的脸颊边看到非常明显的酒窝 说明他非常享受这次外出的活动 帽子上的羽毛也给人一种非常活泼的感觉 让人觉得凯特在这里非常的放松乐观 而且我们也看到乔治小王子也出现在车的后座位上面 特别是在去教堂的路上 凯特王妃坐在老公威廉王子驾驶的车辆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威廉的笑容映绕在凯特的脸 关注我关注凯特王妃